各位今天请你先看一档个股 叫做6488环球晶 来请你进电脑荧幕里看一下 看看环球晶 今天创下历史新高 刷新的记录 等等王瞳会帮你来做解盘 今天是2021年6月24号星期四 哎呀我们的大盘又涨上去了 是不是快要看到了17500呢 对了吗 现在我们来回味一下 昨天王瞳告诉你什么 王瞳昨天跟你玩了一个小游戏 说请你订阅YouTube 就是订阅这个频道以后 就会送你三档个股 这三档个股我也讲了嘛 一档PCB 一档DLine 一档被动元件 等等我稍微打给你看一下 那你只要订阅王瞳王者至尊 这个频道 那将订阅的画面的回传 回传Line at给小编 然后就会给你三档低价电子股 假如是说你不会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 02-6630-321 来询问 好了 我想大家都有做这个动作了 也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 那王瞳必须要再三强调一遍啊 你看王瞳的视频看了一段时间 你可以自己扪心自问 到底我跟别人的差异在哪里 我跟别人的差异就是我讲盘 讲个股永远是连续剧 不会像别人一样东一个西一个 南一个北一个每天跳来跳去 有涨停的通通有 没有涨停第二天都抹掉 对不对 那就是重点了嘛 那举个例子来讲 前两天全部都在讲航运股 昨天航运股全部倒地躺平 今天航运股又通通拉起来了 前两天都说我们满手航运 到昨天就说航运股统统出光了 那今天我不知道那些人要讲什么 我不知道 王瞳讲这话的用意是告诉你 请你们分清楚 什么是江湖术士 什么叫正规矩 差异在这里 不是每天跟你胡说八道 看清楚啊 我说送你两党个股 对不对 今天我就先给你看一看好了 第一党就他 哎呦 团童突然直接拉起来了 他一路都在平盘 一路在平盘 这就拉起来了 那我跟你讲 他尾盘收在这里 尾盘收在这个位置 好了 我都讲得很清楚了啊 好 你再看另外一党个股在这里 这是我给你看的日线 K线 K线 K线啊 你看是不是默默的上去了 那我告诉你 尾盘还有再上去一点 哎好了嘛 那我现在不是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吗 对不对 那第三党我暂时不告诉你了 王童今天已经先公开 半透明式的公开的两党给你 你如果想要知道全面的 那很简单 就要做一下刚刚王童跟你讲那个动作 你就可以了 直接回传过来 三党个股直接送到你手上 我们不会公开的 是个别传给你的 那你看一下 今天有个新闻啊 出口畅旺 指台湾了 标普上调台湾 全年经济成长率是5.6%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啊 你看一下内文啊 台湾制造业 受电子产品需求畅旺 带动上半年经济强劲复苏 随着台湾制造商 因应全球晶片短缺而提升产量 出口成长会更强劲 标普因此上调 全年经济成长率至5.6% 看到了啊 所以王童告诉你 台湾电子业畅旺 带动国内经济 今天还有一则新闻 这个我顺便跟你提提 你们可以注意看看 美国NASDAQ指数 创下历史新高 第二个呢 是说 台湾上市贵公司 5月份的营收 有128家刷新历史记录 哇 你看到这两个讯息 你会有什么感觉啊 那我们回头来想 不是5月初吗 4月底 很多人告诉你 五穷六绝啊 是不是啊 那等到5月底的时候 就说 五穷六不绝了 还有人讲说 每一年都是五穷六绝 讲那些话的人啊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来验对 今天大盘已经快站上17500了 你看看今天最高 17439 看到没有 快要接近到17500了 王瞳讲的话都是一步一步的在验证 你看看6月21号礼拜一跌到256点 王瞳公开告诉你天送大礼 17000会收 到现在为止 请问你17000破了没有 没有嘛 是不是 等到6月22号礼拜二 涨了12点 原先涨207点 收盘涨12点 完蛋了完蛋了 那我告诉你这叫反市场操作 修理短多 这黄筒解盘就解这么清楚给你看 结果呢 6月22号礼拜二涨了12点 我直接告诉你涨不够 涨不够 还会涨 这样够不够啊 够了 等到6月23号 我们先讲啊 6月22号这一天 我还特别再讲一句话 我说人家买好了 哦 不知道不知道就告诉你 你看看 6月23号礼拜三 涨到261点 盘中涨300点 我公开告诉你 昨天公开告诉你买好了 你们连这个都看不懂 还敢跟他玩指数期货 还敢玩选择权 不舒适的才习惯 对不对 那么6月23号礼拜三 我直接跟你讲 还会涨 还会涨 卖向17500 卖向17500 看到了 看到咯 好了 我们来开始看一下今天网统的盘序 今天 上午9点13分发的 大盘已上涨21点开出 今天盘是平高盘开出后 会慢慢推升 盘中会在下压翻黑 低点在17290点附近 你看一下今天定点在哪里 今天定点是17319 比我预估的强 也就是说这个盘打不太下来 今天是亮缩整理盘 会收在平盘附近 盘面各股表现 其实讲真的 今天尾盘最后盘拉上去 我给你看一下 来看电脑 最后收盘涨71点 但是你看收盘前置涨多少 就涨56点 看到没有 就涨56点 最后一盘 拉台积电 硬拉 拉上去 好了 那这个有什么含义 没有什么含义 这是很正常一个盘 没有什么含义 你们也不要你想太多 好不好 每天解读量价关系 解读来解读去 然后再看技术指标 看看KD如何 看看RSI如何 我最后要问各位 你看了那么多的技术指标 请问你赚到钱了没有 没有 那你何必浪费时间 去看那个东西呢 你何不如每天 夸15分钟看网统解盘 你不就懂了吗 这不是最简单的逻辑吗 我们永远是要用最简单的方法 去处理复杂的事情 然后我发现到 在股市里面很多新手 都是用复杂的方法去处理简单的事情 明明股市就是涨跟跌 就这两个 每天都要搞的复杂化 对不对 什么现行的 什么压力的 什么寄线的 生命线的 还有那么多线呢 是不是 每天话来话去干什么 有用吗 没有吗 你听王统解盘不是出来的吗 今天我们来开始看 2303 连电 还有今天连电量是说下来的 太好了 太好了 你们有机会就赶快进场 我直接跟你讲了 好再看另外一个 2486 知道什么 一拳 一拳 收盘34.7 一拳 一拳 在这里看到没有 一拳 王统讲的不知道多少遍呢 我们手上就是有一拳 我们现在都不急的出托 我讲的还不够清楚啊 那不急的出托干什么 赚多一点嘛 你看看来 这几天有下来一点点 无所谓 就算在这一天 就算这一天 来我打给你看 就算这一天收盘33.05 哎呀老师你为什么不卖一下 卖的再下来减 何必要这么小鼻子小眼睛 请问你今天上去了没有 34.7 上去了没有 上去了嘛 何必去计较那个短线的 一块多的震荡 何必呢 告诉你了 再看今天啊 排面上还有一个主筹 321 顺达 这是电池 电池的股票啊 哎哟 汉地拔冲 蹦上去了 相对的你看看 3323 加百玉 也是一样 噢上去了 看到没有 噢 我直接告诉你好了啊 加百玉就是我们会员的持股 我不是说今天看到他找我来告诉你 我前段时间我都告诉你了 我们就是有加百玉 买了以后被套住一下 无所谓 今天都是获利中 不急 也不急的出托 再来看另外一档个股 在这个 亚光 3019 亚光 哎哟 也是出上 也是出上去了 好了 讲了那么多两个股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嘛 现在这个盘 你不要把它看得很坏 但是这个盘 假设短信回档 你要找买点 我讲得够清楚啊 所以6月24号礼拜四 我说这个盘叫轮涨轮动盘 轮涨轮动 那么今天呢 我直接跟你讲 找得细时一点 我告诉你 量价有隐忧 量价的确有隐忧 因为量价有背离了 小心应对 那现在你要把王瞳的话 听清楚啊 我所谓的量价有隐忧 量价有背离 是指大盘了 个股议论了 个股跟大盘 你不要扯在一起啊 只有全职股 才跟大盘有关系的 我希望你要听懂 好不好 这个话我讲的太多遍了 今天就把你讲到这里 至于今天黑手做什么 我会在索码频道里面 会讲得很清楚 最后再告诉各位 订阅王瞳YouTube 就送你三档标股 你只要把订阅王瞳 画面传回给小编 你就可以拥有低价电子股 直接会送过去 你如果不会的话 没有关系 也有电话可以询问 咨询专线 02-6630-321 02-6630-321 不要忘掉 这个活动我们今天持续推出 有关于今天黑手做什么 我会在索码频道里面才会讲 这边我就不方便公开了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可见今来 古海茫茫为一名灯 王者至尊 王瞳老师善于解读 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生存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瞳带您走向财富的康庄大道 素博 至尊专线 02-6630-321 6630-321 华冠投顾登记104 金管证字第009号 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04年 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